1993年,一曲爱情鸟飞到了千家万户,也让林一伦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。 之后他涉足主持季,三纲城市之间天天美食等节目的主持人,他与美食渊源颇深,先后主持美食节目林家食谱创食季,46岁的林一伦要创业了,2016年他创立的食品快销品牌饭也正式上线,主打创造健康辣酱,调味品市场上的后起之秀饭也,凭借着酱才酱心,凭着迅速而坚定的发展步伐,受到了行业,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。 自2016年5月11日上线以来,两小时售出三万品,两个月线上销售已过千万,林一伦趁来将延伸到更多差异化,精品,化条,未品的大品类市场。 林一伦,1970年4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,是中国内地男歌手,演员,主持人。 从1993年到2008年,林一伦发行了11张唱片,上十几次春晚,录了一千多集美食节目,写了两本美食书。 2012年,他花了三个月到台湾去当食果,偶然间接触到台湾辣椒。 后来一研究,林一伦发现,辣椒酱是一个特别好的复合调味酱,有的辣椒负责香味,有的负责出油,有的负责辣味,配合在一起各司其子,辣椒酱就有了层次。 之后,很多朋友都喜欢林一伦做的辣酱,他经常炒了一瓶一瓶装着送朋友,小锅炒,一炒就是十几斤。 林一伦说,回头看这些美食的积累,都成为他现在创业的基础,整个辣酱市场四百个亿,老干妈四十亿,其他所知道的那几个品牌,加起来,也就是三四十个亿,三百多亿的市场不去抢。 2016年5月,范姨辣酱正式两项,开卖两小时,卖出三万瓶,当时销售的火爆,远远超出了林一伦的想象。 如今,林一伦身兼歌星,主持人,创业公司老板等身份,但在林一伦面前,你始终都能感受到他的平和,亲切,无论是问各种问题还是合影,签名,他都微笑着耐心地做完一切,然后给每一句,谢谢。 回复一个,不客气。 在公司里,员工更是跟他打成一片,公司一楼有一条长长的木餐桌,木椅子围成一圈,旁边是厨房。 中午员工都在这里一起午餐,他放弃当个手,跑去挑战老干妈,不到两年做到身价上亿。